在我心里很多年很多年 我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法 忘记当时的酒精 下轮 真的假的 我跟我先生两个都去拍戏 所以我公公就来帮忙 那公公来帮忙 那时候我有三个买 那我最常会有的东西是什么 那个配备就是 湿纸巾 可能要擦屁屁 擦手 所以我就买了 那那一天我早上出门 我都大概中午左右就回家 结果我门一看一看 我女儿方琴 看到我就跟我說 妈妈下雪了 蛆子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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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小孩把十盒全部施工 我还以为是家里有冤情 五月雪 对 我把包包放下 我说你们三个给我过来 我就把家法拿起来 就是一个那个写法 我就说 是谁把蛆子巾拿出来的 三个小朋友就是莫名其妙的 一直傻笑 我说是谁开始拿出来撕的 她们继续笑 然后她就说 妈妈可以擦屁屁 妈妈擦手 就这样一直 还在那边给笑 还没有拉完的就继续 一直一直整整整整崩溃 我说你们到底在干嘛 我就说通通过来 我就向她们手伸出来 公公在旁边就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小孩子 不要打了 我说爸 我一定要让她们记住 狮子巾不是这样子玩的 然后我公公就觉得 不是跟你说不要打 孩子不要打了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告诉她们 结果我公公当下觉得 可能面子挂不住 她一直制止我 她就 走到房间 就开始收她的东西 干嘛 她要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 她要回彰化 她就说 天哪 这要干嘛 我说 我说我在教小孩 我说因为她们 这样子是不对的 我要告诉她们 然后我公公觉得 她下不了台 就非常生气 那个当下我也慌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想到我前几天跟我同学 讲话 讲电话的时候 我同学就说 老人家如果生气 赶快让她气消的方式 就是 我以为是 摇一碗冷水去拨她 不是 我怎么要摇冷水去拨她 对付野狗交配 野狗交配 颖哥 颖哥 那个当下我就想到 我同学跟我讲这句话 三个小孩在旁边 我就直接在我公公的房间门口 我就直接过去 我就说 我错了 你不要回去 我错了 我就真的这样跪的跟她说 好委屈喔 然后我就说 你不要生气 就等老公回来 就想说 他跟我老 我老公跟公公沟通 应该就可以 结果我公公超帅 看到我老公回来 我已经赶快做饭 我想大家吃饭就没事 我公公看我老公回来 二话不说 回房间东西就拎着 今天不要走就对了 就是完全没有 没有谈的余地 公公就回去 大概一个多月以后 我们就是有假 我们就回去 三话家里的时候 所有的情侣都知道 我跟我公公下跪 然后 那 她一定没有跟她们讲什么原因 然后 姑姑就问我说 佑南你到底怎么了 你爸爸回来说 你跟她下跪 她对你们这么好 你怎么会把她惹生气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讲 大家都觉得说 公公这么好 来帮忙顾小孩 我把她气 因为你 戏说从头 什么施子徑干嘛 如果是姑姑的角度 那有什么关系 你也是小题大做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不然你要被那个 跟那个 姑姑下跪了 对啊 对啊 多多少人 多多少人 跟你说 玉瑛哥 我长那么大 除了我自己父母以前 处罚我 做错事情之外 我从来没有这样 对啊 这真的好委屈喔 你一跪下去 会不会像戏里面演的那样 公公会不会这样 你别这样 起来 起来 有没有这种的剧情 没有呢 她说你起来 你起来 你不用跪 你会抱着她的小腿 没有 然后她不跟你抱 然后拖着你走 你最终 把她的西装褲脱下来 你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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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都在一些奇怪的片子 我只想脱下她的怨气 公公气得是这样 啊你... 脱口脱蓝啊 不要 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 快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收看最新影片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给我们意见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选旁边的影片